不知道是誰 但是使用我們的那個油漆 不知道是誰 對 不是你們客人嗎 不是我們的客人 46歲男子詭異躲在飯店 無人入住的房間裡 他稱自己是飯店水泥工 馬上就被員工識破 不確定他是誰 但是他使用我們的東西 我直接在做什麼 你監柴啊 想跟你來監柴 怎麼在那裡 男子堅稱自己是來飯店工作 但他其實根本就是名同氣犯 警方查出他身被五條罪嫌 原本他跟朋友 預定入住在這間飯店的 其他房間 但他發現警察在走廊 因此趕緊打開窗戶 攀爬外牆到隔壁房間 還躲進廁所 一次在飯店內 聽見原型無線電 心虛害怕逮捕 近大膽由房間窗外 攀爬至鄰近的房間 飯店房間之間距離很近 嫌犯開窗爬出 一跨就能到隔壁 這名同氣犯有五項詐欺案再生 為了躲避盤查 居然把自己當植株人 沒墜落受傷還算命大 但躲進無人的房裡 更顯得可疑 馬上就被活逮 記者韓正信 王志涵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探動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